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钟先生 我怀疑这吴建飞有问题 吴建飞 你认识他 我也是刚刚认识 他是我妹妹的小学同学 我觉得这个人 倒是挺热心的 也很讲情谊 此话由何而来啊 我妹妹在德美医院做腿部的手术 全靠她帮忙 得到医院的一笔慈善基金 所以我妹妹在住院期间的费用 是免费的 德美医院 那不是德国人开的医院吗 有这种事啊 当然 不然那么昂贵的费用 我负担不起 爸 你们又在谈什么事啊 我想找韦康 你有什么事啊 我跟妈妈说了 韦康的妹妹韦云她的腿刚刚好 我想给她开一个庆祝派对 大小姐我想就不必了吧 妈妈都同意了 说让我找韦康出去商量一下 行了 你先下去吧 回头我叫韦康找你去 好吧 韦康啊 那你快点啊 你 忠先生我不想 韦康 我倒希望凯月 多姐教一些 像你妹妹这样的女孩子 她原先的那些狐朋狗友啊 只会把她带坏 我这儿没什么事了 韦康啊 你去吧 嗯 老陈啊 我觉得 这个吴建飞有问题 我先去查一查 看看德美医院免费治疗的事 究竟有没有 我想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笔药费 全部由吴建飞出的 那么这么一大笔资金的来源 肯定就有问题 你调查一下也好 不过要小心一点 建飞这孩子啊 我一直对他很信任 我真不希望 他会犯这种错误 钟先生 刚才韦康在这儿 我没法说 我已经跟江北邦 在上海的政大头见了面了 他怎么说 他说 关于阿勇的死 南京总帮主张焕的意思是 西式宁人 他们会照道上的规矩办 这主要是怕惊动警方 至于阿勇死的这口气 他说他们咽不下去 他们难道 还要对我动手 我看这个张焕 什么事都办得出来 我估计他们不会就此把守的 在南京住院的这段日子 这段日子我也想明白了 以前我总是躲着江北邦 现在看来躲是躲不过的 你越躲 他们越缠着你不放 这次我得主动出击你 我不能坐着 等着他们来找我的麻烦 钟先生 那您想怎么办 等我把生意上的事 整理得差不多了 再去一趟南京 跟那个张焕了断 就此把这个结给他了了 二十年了 没想到这个结是越结越深 老臣 在去南京之前啊 我想叫你先去南京 找一下谭老板 谭老板 我们跟他可有很多年没有来往了 看在我父亲和他的交情上 他会帮忙的 谭老板在南京黑白两道都有路子 不管是警局还是黑帮 没有人不买他的账 那太好了 我这几天就去 先不急 具体的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说 到时候 你带一封我的亲笔信去 好 太好了 是该让张焕这帮人看看 我们在南京也是有势力的 韦康 凯月是听说你妹妹的腿康复了 可以不用拐账了 很为你妹妹高兴 所以才会想在雅福饭店 办个庆祝派对 县重太太关心 我想还是不必了 我妹妹实在不喜欢这种场合 凯月 既然韦康这样说的话 我想派对的事情就先放一放吧 你本来就是为了让韦云高兴 如果反而弄得她难受 妈 你听她胡说呢 韦云才不像是她那么古板的人呢 我就不相信她会不高兴 我自己找她说去 请大小姐不要打架我妹妹 妈 我觉得爸爸这次出车祸的事 你应该处罚韦康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保护好爸爸呀 这个叫做工作上的疏忽大义 韦康 你给我听好 从今以后 我会一直监督你的工作 你知道影子是什么样吗 我就会像影子一样 天天跟着你 少奶奶 外面何小姐要见孙少爷 可孙少爷一早就出去了 她说见您也行 请她进来 好的 妈 你看 这个何雨晴跟哥以前的女朋友 有什么不一样 要是哥不理她们 就跑到家里来告状 少奶奶 何小姐来了 钟太太 何小姐 请坐 谢谢不用了 我说完就走 钟太太 麻烦你 把这聘书和钥匙 还给钟少爷 凯强要聘请你做这家钢琴酒吧的副总经理 是 那哥一定就是总经理了 哥现在追女孩子出手越来越大了嘛 我已经当面拒绝他了 可是今天早上起来 发现这张片书和钥匙出现在我的信箱里 我今天来 就是要把这个还给他 钟太太 麻烦你替我转达谢意 还有 也麻烦你告诉他 不要再白费灵气了 他为我做的任何安排 我都不会接受 打扰了 各位再见 钟太太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为康告辞了 我看这个何小姐 跟凯强以前的女朋友不太一样 等一下 那天我只是针对欺骗云云的钟凯强 如果对你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请原谅 钟凯强那天确实是为了安排我去那家钢琴酒吧才耽误跟云云的约会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云云解释过了 谢谢 我追出来是想告诉你 不管你是在叶总会上班 还是你已经接受了钟凯强的那份品书 都值得我尊重 你应该值得任何人尊重 谢谢 谢谢 这话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鼓励 你这样了解我我真的很开心 我希望我们两个 往后能够成为互相信任和鼓励的朋友 对 相互信任鼓励的朋友 我差点就忘了 我这个杀人凶手的女儿怎么可以当你的朋友呢 对不起 是现在的我不配做你的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不配 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韦康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说 上天让我们两个相遇 并不是要我们彼此仇恨 我相信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份感情 如果你也有勇气接受这份感情 你就不应该再隐瞒我 也许老天爷不应该安排我们两个人相遇 别再对现在的我说这样的话 我不配抓住这份感情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没什么难言之隐 你这样拒绝我帮你 你个人还有苦程多久 现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现在的我只要不拖累别人 对我来说就告你 再见何雨晴小姐 也许有人能帮你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像拒绝我一样拒绝别人 再见 再见 这是我的名片 对了 你一定看过我的名片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答应见我呢 我不认识你 干吗要见我 坐了二十多年的牢 你当然没有机会认识我了 就连这一次我也连续申请十几次之后 你才肯见我不是吗 你有什么话就说 别拐弯抹角 好 董明先生 你应该很快醒满厨狱了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一出去 外面的社会现实冷酷 你难道不想一出去 就得到最好的照顾吗 我看我应该回牢房去了 一个因为感情受挫而杀人的人 做了二十多年的牢的人 还那么心急啊 好 我有话就直说了 我这里有笔深意 咱们可以合作 只要事成之后各得一半的利益 我包管你后半辈子吃香的和辣的 你不会是有病吧 你跟一个在这个监狱里住了二十几年 与世隔绝的人谈生意 你并没有与世隔绝 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始终没有断呢 那好 只要你肯说出你跟他的一切 当然了 如果你有什么隐忠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顾虑了 因为和有顺已经死了 你这个人 你还算是人吗 抓住 抓住他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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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下 痛哥 你干什么 还有几天就快出去了 你现在闹事会嘉情的 你们玩 我就不打搅你们了 董先生 咱们以后再联络了 东斌 你不能老是这样 想要与世隔绝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早上那位小姐又打电话来 问你出狱的日子 我想她和你的关系不一般吧 妈 我回来了 哥 你回来了 伯母 你开绿豆汤还可以吗 谁在厨房 你大概听出来了吧 不止我跟妈妈两个人在厨房呢 伯母 你说我煮的绿豆汤 是不是像我一样甜 是啊 甜的有点腻人吧 你最好不要惹我妈烦 没有 钟小姐怎么会惹我烦呢 她很可爱的 伯母 我都这样子叫你了 你还叫我什么小姐啊 可是该那么叫我的人 从来没有把我当大小姐看过 不错 我替你爸爸做事 人前人后是该尊称的一声大小姐 即使在我家里 钟大小姐 好 满意了吧 哥 哥 你看人家凯月 哪儿有一点千金大小姐的样子啊 是啊是啊 凯月小姐到我们家来啊 看我在厨房里做绿豆汤啊 就赶快去帮忙了 好了好了 你们在这儿好好聊一会儿 我到厨房再去看一下 大小姐到我家来 不会只是帮我妈做绿豆汤吧 我是来请云云 这个周末到我家来参加聚会的 不是讲好没有什么聚会吗 我已经尊重你的意思了 不再犯电稿 但是一定要在家里 办一个小型的聚会 而且你也一定要来 我没时间参加 对不起 我不是来邀请你的 我是来命令你 以伍伴的身份保护我 大小姐 即使我不得不接受你的命令 但是我妹妹会听我的 云云不去 云云的邀请可不是我下的 是我的哥哥为了补偿云云 说上次耽误了和云云约定的时间 这次一定要云云去做她的伍伴 云云 你愿意接受我哥的邀请吗 我的腿才刚刚恢复 跳舞恐怕不太方便 好了 我妹妹已经拒绝了 云云 你的腿不是已经完全好了吗 你只要有自信心就行 而且为了这次聚会 我真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卫康 你看看云云 不知道有多想参加呢 你这个做哥哥的 就这么忍心看妹妹失望啊 你们中间 真是厉害呀 多情多金 谁都无法抗拒 阿康啊 钟小姐的家人都很和气的 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呢 钟老板也对你挺好的 你在她那儿做事 可要卖命啊 韦康可是个卖命高手 只要枪在她手上 她不让对方送命 才不罢手呢 你胡说什么 什么枪 妈 妈 妈 那个 她急着就吓唬你呢 我其实在钟先生做的就是一些 她 她其实是我爸爸的私人助理 我不就是 所以我经常跟她开玩笑 说她是我爸的带枪保镖 伯母 你别生气 是我说错话 待会儿我们一块儿喝绿豆汤 就算我给您赔礼道歉了好不好 妈 她就是吓唬你 逗你玩了吗 我在钟先生那儿做的呀 是私人助理 帮钟先生处理一些文件 你先喝我绿豆汤好不好 我去尝绿豆汤 谢谢你 谢我做的汤 你不是说甜得腻人吗 谢谢你一直腻着我妈 让我妈很高兴 还有谢谢你替我掩饰 总之我欠你一次 我从来不让别人欠我什么的 我现在就要你还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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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认为大小姐 在这儿轻热的 不打扰你们了啊 大小姐 大小姐 总是太多别难了 继续 decentral 黑留 如果打扰那儿 我有点 呢 为 这孩子前几年在国外 不知道稀里糊涂学了些什么 明年准备考圣约翰大学 让你妹妹辅导辅导她 你看看行吗 钟先生的意思 是让我妹妹 做大小姐的家庭教师 爸爸还忘了告诉你 我会给云云最高的薪水 不好意思 钟先生 我妹妹身体不好 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知道云云的腿刚好 我可以叫司机每天去接她 而且我也跟云云商量过了 她很乐意接受我这个聪明的学生 是啊 韦康 开月真的很喜欢你妹妹 为了夸奖她 把所有的形容词都用完了 妈 我的中文还不够好 我还可以用英文呢 她很好 她很好 她完美 这是说谁呢 谁能这么有能耐 能让我们的公主陛下 如此夸赞啊 大嫂 大嫂 梅云呢 哥 你快帮我作证 你说 云云是不是特别有资格 做我的家庭教师 当然了 云云不但可以当她家庭教师 而且还可以教你如何当一个淑女 不 不 开强 你这么夸她 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哦 奶奶 你要是看到她 你一定会喜欢她 因为她可以让你想起一个你最喜欢的人 她长得很像我妈年轻的时候 是吗 好了 我先走了 你不吃早饭了吗 不吃了 我呢今天要帮朋友找一个开服装店的地点 今天可能回来晚一点 您别等我了 开服装店 不是开钢琴酒吧吗 奶奶 奶奶 那个钢琴酒吧的计划 大家都不同意 所以我就放弃了 不过你放心 这个服装店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哥 你千万不要忘了明天晚上的舞会啊 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好 韦康 你跟我到书房来一下 是 我一定要帮云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明天晚上让她出现在哥哥和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凯月 你哥 真的那么喜欢那个女孩吗 当然了 刚才她自己都承认了 欢迎光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你不用送我回家 我打扰到你了吗 我没有进去摆破 也没有烦你 只是把对你的关心放在心里面 如果这样 还是打扰到你的话 我很抱歉 我记得你说过 你说你不喜欢这里 既然这样的话 你何必勉强自己来受这份罪呢 你真的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曾经说过 我曾经说过 不是讨厌夜总会 但是我并不讨厌在她门口 等我想见的人 现在我等到你了 那么 请上车吧 我送你去你老师那儿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老师那儿 因为我有做侦探的天分啊 我知道你每天在这儿唱完歌以后 还要去一个服装设计的老师那儿 学上两个小时 我说的没错吧 是啊 我现在在学习设计和制作服装 我希望有一天 能变成你婶婶那样 成为一个新的何语情 你婶婶曾经跟我说过 她说她现在的一切 就是努力学习而得来的 我婶婶一定看出来了 你也一定会变成一个 和她一样成功的女人 你相信吗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们俩在某些地方 确实是很相似 等将来啊 我再开一家服装公司 然后呢 聘请你当我的设计师 如果你的设计不合我的意的话呢 我就扣你的薪水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啊 你居然猜到了我想说什么 请吧 雨晶 给你的 我们刚才不是相处得很好吗 你为什么非拿礼物或是金钱 来破坏这种和谐的气氛呢 你先看看在下定论吧 好 试一下吧 很漂亮 一副有色眼镜 雨晶 你不觉得你平时就带着她看我吗 好 现在摘掉了 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我 雨晶 如果你早一天摘下有色眼镜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像今天一样龙腔 我只想包住你 想关心你 如果关心你 也会变成我们之间障碍的话 我真的没什么可说了 雨晶 我希望你早点了解我 认识我 不要像讨厌我的钱那样 讨厌我好吗 我从来就没有讨厌过你 其实上次 你答应我去南京调查韦康的事情 我就知道 无论是对你叔叔 对我 甚至对韦康 你都是有一份真心的 只不过你的外表常常够人误会 让人觉得你很不认真 怎么样 现在你还会觉得 乌师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吗 现在你换了一副透视眼镜 把真正的我都看透了 好 好嘞 快点走吧 我跟老师约好的 千万别迟到了 好 对了 雨晶 明天晚上七点钟 我可以来接你了 又有什么事情啊 凯悦在我们家 办一个小型的舞会 我想邀请你做我的舞伴 因为什么办的舞会 谁知道 他这个人呢 办事是没有理由的 也许先先来查吧 这次我要动用一笔现金 才发现 原来我们公司银根那么近 银行方面送来的报表 库存现金几乎都被提完了 我盘算着 我们公司这半年以来 不至于这么查 总经理您的意思是 让我查一查银行方面的账 对 但是希望 不是接受总经理的命令 而是一个伯伯 对你的请求 您放心 我会做得很小心 不会让任何人察觉的 小枫 实话告诉你 公司现在很困难 我本来想把百货公司 扩大经营 来弥补我们在建筑 和进出口方面的损失 因为这两年 这方面的亏损太大了 光靠百货公司的一点利润 再撑着那可不行 没有资金可以流动嘛 只能看着公司 一步一步地亏损下去 我理解你的难处 我去帮你找找看 漏洞在哪里 好 好 芸芸 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不过我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 我再拿他项链给你吧 不用了 别搞得太郑重其事了 怎么可以不郑重其事呢 今天当哥哥看见你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死心塌地地爱上你 不会的 我根本就配不上他 芸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啊 在我眼里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只有你自己不敢做的事 而且我可以偷偷地告诉你 其实我最了解我哥哥了 他这个人啊 你别看他表面是那样子 他其实最富有同情心 而且最有爱心 还是很热情的那种男人 我还听过 他跟别人说起你的时候 说你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子 所以你就放心吧 待一会儿他来了 他要是看见你直勾勾的 你就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了 玉玉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我都妒忌了 我可从来都没有把风头 让给别人过啊 凯玉 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谁让我喜欢你呢 我希望啊 你能跟我一样快乐 请进 你 韦康 你看云云今天漂不漂亮 我说你们韦家是不是有什么规矩啊 你做哥哥的一定要欺负妹妹吗 刚才云云高高兴兴的 怎么你一来 连笑都不会了 凯玉 韦康 像我学习学习 天天都让云云高高兴兴的多好 哥哥想告诉你 哥哥从来也没有看得过 你像今天晚上这么漂亮 哥哥祝愿你今天晚上玩得高兴 哥 我的腿才恢复 刚开始离开拐杖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你说我能跳舞吗 当然能了 云云 你要是腿疼的话 我就让哥哥请你跳慢舞 什么都别担心了啊 而且我能保证 你今天一定是这个舞会上 最最漂亮的公主 大小姐今天晚上也很漂亮 韦康 我哥呢 他怎么不来接云云呢 一直都没有看见他出现 不会他今天晚上又不来吧 当然不会了 哥哥答应我了 你放心吧 一会儿啊 你就等着 看哥哥是怎么接受我给他 准备的惊喜的 咱们下去吧 哥 哥哥对你有信心 今天晚上我妹妹 会用付得非常好 对吧 你不用紧张 那几个年轻人 都是我哥的好朋友 奶奶和我爸他们 你更不用害怕了 我会一开始 他们就会落荒而逃 把地盘啊 让给我们年轻人的 不用怕 钟老太太 钟先生 钟太太 这位是我妹妹韦云 奶奶 这就是云云 妈 她就是今天开墙舞伴 好 来 你就是云云 凯月 这回没说大话 真的很讨人喜欢 奶奶 之前你还不相信我呢 好好好 奶奶 我来介绍一下我今晚的舞伴 和雨晴小姐 云云 舞会就要开始了 阿迪亚 你请和小姐跳个舞啊 好 何小姐 请 各位请 请 好好好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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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开墙 快请你的舞伴跳舞 跳舞啊 云云 请你跳支舞 行 请 你请我跳支舞吧 大小姐 我不会 大小姐 我不会 可以学的嘛 来 来 好了 好了 预备 开始 妈 让他们年轻人去玩吧 我扶你去休息 妈 让他们年轻人去玩吧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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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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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真的不知道你要来 好 不怪你 也不怪凯月的安排 是我让大家难堪的 你别这么说 你腿刚好跳舞行吗 是 我是自不量力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来 根本就不应该来这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 我有点不舒服 想上楼拿东西先走了 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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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外面等你 你没事吧 疼疼 来 钟凯枪 把衣服脱掉 没看我告诉你 我出来是跟你解释的 不是跟你打架 跟我妹妹解释去 我会向芸芸解释的 今天晚上的一切安排 我并不知情 凯月跟我说过 要有惊喜送给我 但我实在没有想到 她指的是芸芸 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误会 是凯月热心过头了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凯月身上 钟开强 误会你对我妹妹有好感的人 不知凯月一个还有我 都以为你对我妹妹是真心的 如果你不喜欢她 你不爱她 你就应该告诉她实话 你以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只能告诉你 这真的只是误会 这就是你 先把快乐当成礼物送给女孩子 施舍你的热情 然后你再收回来 告诉她 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本意 钟开强 我告诉你 我不准你欺负我妹妹 如果你不爱她 你就应该告诉她 你不应该把你的感情滥用在我妹妹身上 你以为我没有试着想告诉她吗 我对她的关心和喜爱 那都不是爱情 可我不忍心伤害于 好 钟开强 我告诉你 我妹妹没有你的爱不会死 你现在去 当着所有客人的面 告诉她你不爱我妹妹 你现在去 去 跟她说清楚你去 别怕我 我告诉你 你要再动手我对你不可抢 钟开强 我恨不得杀了你 钟开强 如果你不爱我妹妹 心里边没有她 你就应该告诉她 你应该阻止她爱你 够了 魏康 难道男和女之间只能有爱情吗 我通知你妹妹 想让她快乐 这等等也有错吧 好 你希望我跟她说是不是 我现在我就去说 钟开强 对不起 你现在先别说 你要是现在跟我妹妹说了 就等于杀了她 现在别说行吗 现在别说 好 魏康 你们怎么了 芸芸 魏康没有错 其实我早应该告诉你 好了 凯强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好 芸芸 是哥哥不对 哥哥不好 哥哥刚才不分清空造白 就和钟开强动手 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哥哥原来以为 别人会在意你受伤的腿 对你不是真心的好 所以我就误会钟开强 也不是对你真心的好 其实哥哥就想着 其实我哥哥 他没有这个意思 芸芸 我刚才已经跟芸芸解释过了 今天的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哥哥他之前并不知道芸芸要来 是我想把芸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给哥哥一个惊喜 对 刚才钟开强已经向哥哥解释过了 他对今天这个舞会是精心准备的 他本来想通知你来 可是又怕难为情 所以改邀了何小姐 是真的 是的 真的 对外更改良 芸芸 我本以为你不会来舞会 我要知道你愿意来 我就不会邀请别的女孩子 我向你道歉 是我辜负了你这身美丽的打扮 你不要忘了 今天为你装重打扮的 不止我一个人 你既然邀请了何小姐 又怎么能把她一个人扔在客厅里 芸芸说得对 你应该留下来陪何小姐 芸芸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跟哥哥先回家好不好 我还不说 芸芸 谢谢你 我不快忘了今天晚上 你为我做的一切 芸芸 我们是好朋友 说那么多干吗呀 哥 那我们也先回去吧 让客人等着可不好 走 跟哥回家了 哥 走吧 芸芸 你来干什么 你应该回客厅去跳舞 因为你才是今晚 凯强特意邀请的舞伴 芸芸 你误会我了 凯强确实不知道我今天要来 但是你是清楚的 我怎么会知道 你别骗我了 我今天中午给你家打了个电话 是你弟弟接的 雨昊 我让他转告了 我和哥哥今天要来中家参加聚会 我妈妈有点感冒 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帮忙照顾一下 这个雨昊 她没有跟我说过你打过电话来 你不要再装了 前几天我约凯强吃饭 也是你故意拖住她 今天你知道我要来 你又跑到这儿来大献你的舞姿 让我觉得难堪 芸芸 你明明知道我对凯强的感情 芸芸 你真的误会 行了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你还是回客厅去当你的舞会皇后吧 哥 我们走 芸芸 可能你误会和下去了 我不用你替她说话 芸芸 我问你 可能是个误会 爷爷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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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秦打电话来找你了 我不想接 秦秦啊 这个允韵哪 还在生气呢 她不愿意来接你的电话 不用了 你今天就不用过来了 你昨天来的时候啊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 不是不愿意接你吗 这样吧 回头啊 我再去劝劝她吧 我挺好的 我的身体好多了 你就别担心了 那你就先忙你的去吧 芸芸啊 芸芸 你一向都是一个 懂事的孩子 怎么在这件事上 犯糊涂呢 你想想看啊 芸芸对我们有多好啊 就是因为这样 我心里才更不痛快 我把所有的执行话都告诉她了 她怎么可以反过来捉弄我呢 这里边啊 一定是有误会 芸芸不是一直在说吗 她弟弟啊 没有把你打电话的事情啊 告诉她 我才不信啊 我才不信呢 你不相信啊 你可以去核实一下吗 我怎么核实啊 去问问她弟弟就行了吗 她弟弟肯定会帮着她说好话的 你怎么那么傻呢 你就看不出来她是不是在说假话呢 那 那我应该怎么去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地址啊 打个电话 到他们家去问一下就知道了呀 万一雨晴姐在家怎么办 多尴尬啊 她不在家 她出去了 她还说要到我们家来看你呢 被我劝住了 妈 其实我也特别怕失去雨晴姐这个朋友 如果我是真的误会了她 那我一定向她道歉去 所以说嘛 有什么事啊 问问清楚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误会解开了 不就行了吗 嗯 好了 去打个电话吧 嗯 谁啊 你是 我是刚才打电话问地址的人 韦小姐是吧 请进 请进 韦小姐 因为你这电话的事啊 我姐差点把我给打死 快请进 你啊 随便坐啊 我给你倒茶 我姐因为生我气啊 已经好几天没理我了 我这人就是没脑子 所以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啊 你而且才能把他跑掉 呜 她把你们赶快的 你还是把她弄起来 怎么回事啊 你还是把我交走了 我交给她 我来 你何必定 我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我的天 我来 是谁在撩动情绪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情节地会伸出我心寒 是谁在撩到黑窗 是谁在撩动情绪 情意中那欢乐的爱 你很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不停地打在我床 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故事地回向过去 是谁在撩到火窗 是谁在撩动情绪 请你春秋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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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这爱你很相聪 ciao anyak